我们非常有幸受到邀请 去观看瑶族人民的大莲花舞 这里是瑶族的莲花舞 上面所有表演的都是瑶族的人民 他们身穿着民族服饰 跳着分派的舞蹈 第四章 屋外山 在山里 吃荷山之一 今时来的荷山之一 酷山之一 对荷山之一 而这里面不少的舞蹈 都是从瑶珠人民自己的生活演变来的 有农耕的时候 有各种的就是嬉戏打闹的这种场景 非常有意思 我们农民在田地里耕耘 生化感 生化感 感觉 看在那几点下 我们农民窝窝在田地舞座感 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跟着我们舞台上的野员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市溶水县的老军洞景区 老军洞景区始建于唐 明代旅行家徐霞赫曾经在这个池洞区住了13天 这是他30年旅行活动中住的最久的一次 老军洞整个景区有溶洞两个 其中老军洞是荣州古巴景之首 堪称水月凤天 我们去看一下其中的溶洞 这个老军洞 洞高约30米 宽约40米 深百余米 洞内原有钟乳石像一座 故事画中太上老军 故为老军洞 除了老军巷之外 洞内的钟乳石气象万千 有金钱钓葫芦 擒天柱 枝莲 莲座等等 洞外溪水清澈 家木葱龙 明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克 曾在老军洞内考察 拓映悲客 留有文字记录约八千余字 收入在月西游日记中 在特殊的时期 老军洞也遭遇了浩劫 所有的亭台楼阁被毁 洞内自然景物和百余砖的塑像 被破坏移境 直到60年初 老军洞被列为自治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重新来进行的修缮 直到今天 我们在洞内看到各种形态各异的中路时 映衬着五光十色的灯光 形成了一副光怪陆离的地下世界 这洞内的每一个中雨时 都有它独特的形态 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言喻 老军洞的洞口石壁上 现存着有三十多处的摸炎石刻 多维宋代作品 诸如天下第一真仙之炎 司马光家人挂 真仙洞 银舟 放生石 云生等各个时代的颜客 而老军洞内满壁提客 仅宋碑就有十七块之多 著名的国家一级文物 宋 原有党 集碑 几百年就保存在洞内 现在因为保护起来 就挪进了熔水苗族 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内 这个原有党集碑是北宋时期 由于蔡金专权 把司马光 苏彻 苏氏 等309人都列为了兼党 将姓名都刻在了石刻上 并颁布天下 后宋徽中下诏 便毁了这个碑文 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便是这个摸岩石刻上的 一百多组的这个踏片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 这些文字记录 非常珍贵 这些书画以及画像 是几百年前 这些名家 在老军洞留下来的 我们通过这种踏片 与他们有了一种不同 时空的一种联系 非常神奇 这里的大山 孕育着不同民族的人民 我们便去参观一下 从大山搬下来的 孟屋苗寨 我们现在来到了 溶水县 双龙沟旅游度调区的 孟屋苗寨 孟屋在苗宇 意思为你好的 这个孟屋苗寨 占地约为三百多亩 据说这里的民族 是从各地同意拆迁的 木构吊脚楼 拆迁过来重新安装的 所以这里形成了 原汁原味的苗民村寨 除了苗民居住的 吊枣楼之外 孟屋苗寨景区还建有 古楼 动马场地 招青楼 男女苗民歌舞表演 原始的苗民农耕 闹于实景体验区 而这里的苗族贫困区 都参与了苗寨的旅游开发 从而增加了收入 孟屋苗寨其实是于 广东的一个扶贫项目 在苗民的节日里面 这里会吹炉声 并跳好看的竹杆舞 甚至有苗家的杀猪燕 有队歌 有闹鱼 斗马 斗鸡 斗鸟 等项目 热闹非凡 看到孟屋苗寨边上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 这应该是他们洞族的一个鼓楼 这个鼓楼是洞族的特有的建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猪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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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